你知道嗎 橙花精油可以提供我們身心靈全面的呵護喔 橙花的英文叫做Larally 她的名字源自於17世紀 一位喜愛橙花香氣的德國賴洛利女爵 她讓橙花成為香水中的重要角色 也讓橙花變成王公貴族真香流傳的典雅香氣 橙花的花朵潔白 氣味就跟她的長相一樣細緻 讓人想起穿著白紗的新娘 而橙花的花語就是新娘的喜悅 她代表著婚姻的忠贞與純潔 在歐洲常常被做成新娘的捧花 和許多花朵類的精油一樣 橙花的脆油率相當的低 而橙花其實就是苦橙樹的花 樹齡20年以上的苦橙樹所開的花朵 才能萃取出品質優良的橙花精油 這也是橙花精油價格高昂的原因 多特瑞的橙花產地是埃及 苦橙樹原產於東亞 十世紀引進埃及後 就成了當地普遍栽種的植物 那裡的苦橙樹是原生的橙樹 並非如同歐洲和其他區域的橙樹 是後來傳入培育出來的 前面所說到橙花是苦橙的花 講到苦橙熟悉精油的理應該馬上想到另一款精油 沒錯就是苦橙葉 你或許在想橙花和苦橙葉 難道是同一棵樹的花跟葉嗎 你猜對了喔 橙花跟苦橙葉其實是同根深的兄妹 因為兩者在香氣上有相似度 因此有些人會以苦橙葉代替橙花 但其實兩者的化學結構上並不性相同 不可能完全取代 橙花精油含有橙花蔬醇 以酸松油脂、鐵餅醇以及檸檬錫 所以它的香氣比苦橙葉來得更加的細緻 Dotoray推出的橙花呵護滾珠瓶裝 添加了分流椰子油 除了使用上更加方便之外 價格也變得更加親民 讓我們可以比較無負擔的同時 擁有橙花呵護以及苦橙葉精油 橙花是非常棒的情緒用油 它可以協助我們改善各種情緒和心理的問題 它的成分有橙花蔬醇和鐵餅醇等 都是可以協助我們安定情緒的 非常棒的化學芳香化合物喔 當我們處在焦慮的情緒中 老中喋喋不休 甚至有一點歇斯底里狀況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 拿出我們的橙花呵護 加上苦橙葉以及佛手乾精油 塗抹在我們的胸口的心輪 腹部的本我輪處加以按摩 同時可以塗抹在我們的掌心做一個秀膝 可以幫助我們安定情緒避免失控 當我們有成癮的狀況想要達成目標的時候 甚至網路電視等成癮的心理狀態 都可以透過秀膝橙花精油 或者是在胸口的心輪 或是我們肚脊周圍的本我輪 塗抹橙花呵護來穩定自我 協助我們借癮 回歸到正常的生活步調 更年期的女性 常常會有很多焦躁的情緒 這個時候橙花精油就是你的好幫手 如果零的預算不高 可以使用我們的橙花呵護 搭配天竹葵精油 如果預算對零來說不是問題 那麼你就可以同時使用橙花呵護 以及我們的玫瑰呵護 使用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只要在我們的腹部的本我輪 以及胸口的心輪 加上我們背部的尾椎處塗抹 外加 秀膝都可以幫助你走過這個時期 如果您是一個處在長期高壓的狀態 開始有一些慢性疲勞的人 那麼你可以透過秀膝橙花呵護 並且把它塗抹在我們的心輪處 和我們脊椎兩側 然後做一個按摩 就可以達到非常棒的放鬆效果 除了心理上的協助之外呢 橙花它對於我們人的生理上 也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可以在橙花呵護中加入乳香精油 作為臉部的保養用油 尤其是熟齡肌膚的日常保養 女性每個月都有那麼幾天 煩躁 不開心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我們的橙花呵護 加上快樂鼠尾草 和我們的天竹葵精油 塗抹在我們的下腹部和尾椎 作為保養 橙花精油迷人的香氣 加上對於我身心靈的撫慰 讓我對它從此愛不失手 如果你還沒有使用它 趕快試試看 你會跟我一樣愛上它喔 你會跟我一樣愛上它喔 Cook 給我�心 因為我可以拚焦 很 bit